这都这么多 人没多多 先远陈怡君日前要请行政院中部办公室 以及相关单位到国庆乡国庆村 会看北竹坑产业道路 村长彭百庆表示 北竹坑农路每遇好雨路面就会淹水 造成车辆无法通行 希望上级单位能够来帮助改善 让用路人能够安心 北竹坑这段路 路后就应该能找我 希望影响到我们村民出去安全 希望我们最后的中间 来更快地改善 来让乡民有一个安全的交通 不要再一路后就烦恼 这个路不走 感谢大家来关心 县议员陈怡君表示 会看后发现淹水的主因 是大陆下方寒管造吐石阻射 导致无法排水造成淹水 也希望透过这次行政院中部办公室 以及相关单位来到现场会看后 能够紧速来改善 让居民有好的用路环境 寒管因为常年的土石的关系 整个都堵塞住了 因为这样只要逢下大雨 整条路面就是积水 大概它的高度差不多有60公分左右 造成车辆跟人都没有办法来行走 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中部办公室 蔡北惠执行长 也带领了他的团队 以及我们水保局的相关的单位 来现场了解情况 那这条路是一定要做 那因为没有改善的话 会造成这个道路不通 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期待 路面通了之后 让我们的村民们 在行走上面能够更安全 副一长排泉也希望针对 道路寒管阻塞的问题 相关单位能够紧速来改善 保障居民出入的安全 记者陈伟一国新乡采访报道